中国何时会统一台湾呢? 印度神童阿南德已经预言出了年份 但是和谍先预言的年份不同 让我们拭目以待哪一个说得准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印度神童阿南德自10岁开始学习印度占星术 并且从2019年开始拍影片 与大众分享他占星预测的结果 屡次精准预言世界大事 其中最知名的莫国瑜 他在2020年表示全球疾病大流行 随后中国武汉就爆发出新冠肺炎 而在2024年8月份 他来台湾参加亚洲区块链高峰会 也接受了YouTuber曾博恩专访 并且被问到中国何时会入侵台湾 阿南德也给出两个时间点表示 中国可能真的会接管台湾的政权 阿南德近日接受博恩专访 两人从区块链占星学一路谈论到政治议题 曾博恩好奇的问 你觉得中国什么时候会真正入侵台湾呢 阿南德表示 有些行星的位置显示出 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2025年 除了2025年这个答案以外 阿南德也指出 在2029至2032年这段期间 也会非常困难 坦言 在这段时间内 中国可能真的会接管台湾的政权 阿南德预言的年份 不论是2025年或2029至2032年之间 都与38年前的一个叠星预言的年度不同 就让岁月悠悠走过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哪一个答案最正确 一起来听听 38年前在台湾冯甲大学的一则 叠星对两岸统一年份的预言 大家好 我是莫迪芬芳 近来 中国和美国关系越来越紧张 导致台海两岸越来越不平静 在1986年 民国75年的冯甲大学宿舍 有人请出叠先 请其预言两岸统一的年份 后来也精准预言到 台湾921大地震的年份 以目前的台海局势来看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开始走向 冯甲叠星预言的倾向呢 让我们来看看 那次发生在台湾台中冯甲大学内 对于台海两岸统一的时间 叠星是怎么说的 这是发生在民国75年3月中的事情 地点在冯甲大学 南三社309市 有幸的话 还可见到窗口那张 正福 你们叠先是不是太累了 是 谢谢你们回答问题 老刘还挺懂礼貌的嘛 最后再请教你们两个问题 老刘继续问着 请问中国会不会统一 好一个政治问题啊 会 那何时呢 民国116年 这回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指出来的 民国116年就是西元2027年 是怎么统一的 老刘追问着 不知道 大伙都好失望 不过已经知道大约60岁时 可以看到两岸统一 另一个问题是 台湾核实会发生大地震 民国88年 好了 可以请蝶先归谈了 老刘向其他三位同学说 蝶先蝶先请归谈 蝶先蝶先请归谈 四位同学齐声喊着 以上就是蝶先 预言两岸统一时间表的经过 后来 茉莉芬芳又找到了原作的公开回应 原作姓名暂时不公开 他说 这是我读台大农金博士班时写的 发表时间应该是1994年 故事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很高兴有人会这么认真的 研究这篇文章的来由 921地震发生的那天 是我订婚后的第四天 那天半夜被摇醒时 打开收音机一听 台北东西大楼倒塌 当时整个背景都凉了起来 这么准吗 原本我以为只有发生过的事情 才会被蝶先说准 而921地震 据蝶先预言的时间 已经是过了14年之久了 竟然会成真 不过我相信明明之中自有定数 就算是预言准确 又似乎莫可奈何 碰蝶先会折瘦 接下来故事再回到前面和蝶先的对话的更前面一些 就当大家问得兴高采烈时 老刘问蝶先一个严肃的问题 蝶先 请问我们请蝶先会不会折瘦 这问题一出 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于此 尤其是请过蝶先的同学 更是想知道结果如何 这时蝶先已经开始移动 蝶先的答案可能是今后是否继续请蝶先的关键了 大家默不皱身的等蝶先的答案 大伙儿的眼光随着蝶子的箭头移动着 最后箭头指着会 你一定可以想象当时大家的脸色是多么难看 尤其请过蝶先的同学更被震住了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心里都很明白 不能再请蝶先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老刘又发问了 蝶先 请问是会折几年寿命呢 十 八 二 四 三 蝶先连续指出了好些数字 大家又看得莫名其妙 而且更为害怕 老刘接着问 是不是每个人所折的寿命的长短不同 是 那可否请蝶先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折几年寿 老刘问 可 此时又引起一阵骚动 虽然大家都想知道自己 会被折几年寿 但没有人愿意先知道 都想先看看别人的情况如何 有点像等法官的宣判 颇为紧张 大饼 看没有人愿意先问 所以就把右手高举 请老刘带问 蝶先 蝶先请看看那位举手的同学 他是否会折凿 大饼帮老刘问 会 老刘较正定 但也目不转睛的瞧着 大伙也不敢发出声响 折几年 大饼接着问 三年 比大饼还少 按理说 应会比大饼多 因为老刘寝的次数较多 不过老刘还是安慰大饼 别太在意 蝶先 请您看看举手的同学 看他是否会折瘦 寝室内 所有的同学 大多请过蝶先 也一一的 询问了蝶先 自己会被折几年寿的问题 当时大伙都不过 十九二十岁而已 就得承受这种折瘦的打击 何况 请蝶先才不出三天时间而已啊 但虽然如此 大家也只有接受了 蝶先一一指出 我们每个人 会被折瘦的年数 有人高达十年 说到蝶先 莫莉芬芳在大学一二年级时 也曾经和同学们玩过 记得那一天是 周六的晚上十一点多 我们五个人在宿舍 将房内大灯关掉 只留桌灯一盏 然后将亮度悬到最小最小 因为这样子 才有恐怖紧张的feel 在昏暗 只能听到彼此呼吸声的安静中 伸手只见影子的房内 我们请问第一个问题之后的 大约十分钟 放在门后 四十五度角 四平八稳的一根哨把 在死局中 居然往前 啪一声倒下 害我们全部都吓了一大跳 学长拍着自己的胸脯 自己撞自己的胆说 没事没事 再来一次 就在第二个问题以后 大约五分钟 桌上的那盏 已经悬到 看不到光的桌灯 自己突然悬开大明大亮 连屋顶上的大灯 也啪一声 灯火通明 被这样两件 深色俱全 吓人的小事 吓到 大家只好不怕被激胆小 把碟仙快快请回去 收山各自回寝室 碟仙一度 风靡台湾民间 被视为神秘的竞技游戏 艺人Gino 也就是蔡东威 进来上节目时 首度分享23年前 救度国三时 和同学们玩碟仙的恐怖经历 当时不仅出了意外 还一度闹上新闻 那一次闹得很大 因为有出人命 当年Gino和同学 趁着晚自习前的休息时间 偷偷玩起碟仙 一共三男三女围在一起 起初 看见碟子真的开始动 他还抱持着怀疑心 认为是谁在用力 闻到后来 就有人开始提问 你现在心情好不好 碟子就推到不好的位置 这时众人愣了一下 接着又问 你现在在这吗 碟子又转向在的字上 最后他们又问 你心情不好又在这边 跟我们有关系吗 结果得到有的答案 Gino坦言 问到这时 自己都还是迟疑的 并没有完全相信 后来 他们又继续细问 碟仙准确位置 前后左右上下 问了一轮 都不是 直到问 现在在我们之中吗 结果竟获得了 是 的答案 而就在这时 忽然其中一名女生的手 开始抖得很严重 面露惊恐地表示 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他则赶紧提醒对方 不要放手 接着蝶子开始乱跑 女孩整个人被甩了出去 众人大喊 要他赶紧回来摸蝶子 之后 Gino便察觉有意 发现 甘明女生走回来之后 突然变成陌生男子的声音说 这个人我要带走 女孩接着开始发狂大笑 乱跑 当下所有人硬将对方抓住 跟着一直跑 同时 频频拜托蝶仙回去 直到其中一个原住民的同学 灵机一动 开始 缩起母语 才顺利将蝶仙送了回去 但女孩 随即昏倒在地 他们赶紧通知教官帮忙 将他送医 后来Gino才知道 原来早在他们玩蝶仙的几个月前 和他同校的几个男生 去外头溜冰时 和冰宫里维护治安的打手 起了冲突 当时 他们就是为了这位出事的女生 争风吃醋 两位学长打道遍植物人 其中一个隔一个月后过世 后来那个蝶仙 就是这位学长回来 要把这个女生带走 那个女生后来也就休学了 因为她整个人就进了精神病院 你相信世间有鬼吗 我是超级相信 据说鬼有五通 微缺漏尽通 那么上面蝶仙预言的 2027年两岸统一的看法 你认为如何呢 请神容易送鬼难 没事还是少和无形众生 打交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